你好 姐妹 姐妹 你好 今天 KITIKO和有小孩的叫聲 我們很不一樣的禁拜 但是我們 感謝神不管怎麼樣 禁拜總是一個很喜樂 我們希望能夠讓孩子 可以更多的有機會一同 跟我們參與在禁拜的當中 上個禮拜 聽說我們倆感覺上 好像是個Buffet 大家吃起來就覺得很棒很棒 可是每天吃Buffet很棒 我們會不健康 所以我煮的是屬於青州小菜 的那種家常菜 比較硬比較難吃 可是對生命是有幫助的 其實從去年開始我就說我想要開始 講一系列小仙之書 一卷一卷或者一張一張 這樣慢慢的往下走下去 一開始我想要從和西阿 因為和耳膜嘛 從小仙之書的第一卷是和西阿 可是後來我自己在準備 再重新再準備的過程當中 神又給我說要按照 先知出現的次序 還是講 今天我挑的這卷 約爾書是小仙之書裡面 應該是最早的一卷 小仙之書 所以我以後在講的這些過程當中 我會按照先知出現的年代順序 希望能夠一卷一卷的把他講完 那通常小仙之書我們比較少去講他 或者我們只會截錄當中的一小段 比如說約爾書我們最了解的就是有關聖靈降臨的那個約爾書的那個狀況 但是我們還是會從一開始 第一章裡面到底約爾書在談什麼事情開始 好不好 所以你打開約爾書 約爾書 聖經當中的約爾書 如果不知道怎麼翻的好不好 好請你 剛剛說一下 約爾書在哪裡 招會的是第幾頁 1061 好翻開來嗎 我們要來看約爾書 很多時候我們讀這些先知書 會覺得讀的好像都是在講一些歷史或者在責備 但是我們還是需要 為什麼他們上帝把它放在我們的聖經裡面給我們的讀 所以一定有它的用意 所以我們還是要來讀這些先知書 好 一樣翻到了 我來念 班數節 各位念雙數節 我們用這種方式來念 第一節 耶和法的話 臨到 必圖爾的兒子約爾 你們要將這事傳於子 子傳於孫 孫傳於後代 讓祖然 訪者 在祖然 咱們 在祖然 故自 再祖然 打過 大死 酒醉 酒醉的人 要清醒哭泣 好酒的人 都要為甜酒哀嚎 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 他毁坏我的五桃树 剥了我五花火树的皮 剥进而丢弃 使枝条露白 我的天啊 他太好 上下宇宙宙宙宙 若回到一堆都 mouth 塑济和奠基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 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被哀 天啊 想去哀嚎 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 祭司啊,你们当妖宿麻布痛哭,事后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事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霍叶,因为树鸡和电祭从你们神的店中断绝了。 你们要来披上麻布霍叶,事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 您是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怀恶不是草获,我们身边将军绝了吗? 古董在土块下朽烂,苍野荒凉,林野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 因野荒凉,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矿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 我们来祷告,天父们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也来赞美你,因为你借着你的话,还有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现在渴慕你的脸,借着你的话光照在我们的心里面。 好使你的话能够在我们生命里头发出果子,结出果实,能够结出果力来。 主啊,好使你的名得着赞美。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我们今天要来看看约尔书这一段经文。 看起来好像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 读起来好像觉得,他好像在读一个历史事件而已。 但是这个历史事件,到底我们跟我们现在,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呢? 我先来谈谈约尔这个名字,或这句书。 约尔的意思,Joel,Joel这个Johova, 其实本身就是耶和华的意思。 那么他的本身,El就是El,嗯,神,El,God的意思。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翻成他的神是耶和华,或者耶和华是神。 这是一个不错的名字,Joel,约尔。 那在这一篇书里面很奇妙的是从你一开始在读的过程当中, 他只告诉你说神的话临到了这个叫做利图尔的儿子约尔。 书中再也没有提到任何有关王,或者有关年份的事件。 换句话讲,这一卷书出来的时候,把它收在圣经里面的时候, 旧约的人在看的时候,也许在保罗那时候在看这一卷的时候, 也许他们了解这一卷大概是什么样的背景。 但我们在读的时候觉得都没有年份,没有我们要把它放在什么定位。 所以有些人说那可能在前期,可能在后期。 但是我们从书里面,也许我们今天还没办法读到第三章, 我们后面会慢慢读到第三章,你会发现第三章里面开始描述到 尤当的敌人有菲尼基,有菲利士,有埃及人和以东人, 而不是后期的敌人,像亚兰,亚树,巴比伦, 因为我们知道后来北国是被亚树灭掉,南国是被巴比伦灭掉, 这稍微给你们一些概念。 换句话讲,看起来这样子的敌人的描述, 应该不是属于后期或者是被辱之后的状态, 而是比较属于国王时期的状态, 因为他的敌人是属于这一些。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他有可能是在先知书里面, 最早或者是早期中的一位。 那么因为他没有提到任何王的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推估他可能会是在, 你们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时期, 就是耶和耶大执政的时候, 约阿世的时候,他那时候很小有没有, 八岁,然后耶和耶大帮助他执政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可能是坐于位于在那个时刻, 换句话讲,那时刻大概是在主前八百五十到八百年之间。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比先知以赛亚, 或者先知阿摩斯等等, 因为阿摩斯跟以赛亚几乎也是同期, 只是一个在南国,一个在北国当先知。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比他们更早。 换句话讲,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会坐落在这个时段里面, 也就是在南国往北国时期的时候, 那时候你看,他的仇敌比较是属于埃及, 埃及在这个时段里面, 然后在这个区域里面,南国的里面, 他开始宣讲这样子的信息出来, 然后提到了蝗虫。 那到后面我们会看到, 北国以色列灭亡,南国灭亡, 然后就被捕了。 那是在后期的时候了。 所以他会坐落在前期, 你听他的论述, 你看他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 他是告诉我们, 你要悔改啊, 这些老人啊,你要怎么样, 祭司你要怎么样, 我的名啊,你要怎么样。 也比较像是早期先知在控诉犹太百姓的这种不公义被逆生, 跟后期被捕之后的这些文章不太一样。 后期被捕的时候, 就好像是有关店啊, 你看他刚才说起他的时候, 会发现跟店有关系。 在这里面没有提到什么店, OK, 就提到了灾难, 然后耶和华的日子降到。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约尔的时间大概会是坐落在这一段, 但是真确的这种不知道。 好, 第二个问题我们就看到的是, 阿摩斯书, 约尔书也被其他的圣经所使用, 如果我们开始去读的话, 阿摩斯书说, 他说, 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 从耶路撒尼发生, 一章二节, 也是在三章十六节看, 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 从耶路撒尼发生, 天地就震动, 有没有? 其实几乎是同样的句型。 反正话讲, 阿摩斯应该也听过, 约尔的这一段宣讲的讯息。 OK, 阿摩斯也听过这一段宣讲的信息。 还不止这样, 阿摩斯也用到, 大山要滴下甜酒, 小山要多壁流奶。 约尔书三章十八节也提到, 到那日, 大山要滴甜酒, 小山要流奶。 其实是一样的句, 一样的描述。 别的先知书也会引用这些东西。 以赛亚书, 你们要哀吼, 因为耶华的日子临近了。 这日来到好像毁灭, 从全能者来到。 我们刚才读的有没有这一段? 有。 所以你会发现, 约尔书这一卷书也会被阿摩斯跟以赛亚, 好像有引用到他里面的一些论述, 一些的描述, 一些神的启示。 那么他们也放在这当中。 这让我们更比较清楚知道, 约尔书他为什么会放到正典里面, 而且为什么他被定位是比较早期一点的先知书。 好,再往下看。 这个书的句子里面最主要是耶和华的日子, 短短的三章里面出现五次。 我们今天读了第一次, 在一章十五节耶和华的日子。 我们后面也会慢慢地提到, 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 那后面这个我到时候再讲, 有关二章十八章之后有个切断点。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都是史无前例的灾祸。 空前的吞池, 第一个是老年人。 当听我的话, 国中的居民, 你们发现他第一个开始呼召的是谁? 老年人。 为什么叫老年人? 因为老年人可能经历了很多的, 在国中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他许多的经验, 他也知道他经历了哪些的灾难。 所以他告诉老年人是说, 你有没有想过曾经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那百姓啊, 你们之前有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 就像正洁的事件, 你们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 没有发生过不是吗? 然后你会发现, 当神呼召老年人要听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蛮奇妙的,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他会呼召长老, 呼召老年人,各位。 所以教会需要年长者。 而年长者如果听见神的话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表示, 神通常也有些事情要做新的事情, 或者要开始发展出一些重要的事情, 要告诉百姓。 你懂意思吗? 所以年长者很重要, 年长者不是说就不听, 就好像觉得就好像就这样子, 没有, 他是可以听见神, 要开始告诉他一些事情, 而且这样的事情往往是新鲜的, 从来没有过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是年长者, 当你听到神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不要认为说, 那个事我已经听过了, 那个不可能啊, 没有, 他要告诉你, 新的事情要发生。 在这里面你看到的是一个空前的吞吃, 因为有这样的事吗? 没有啊, 为什么? 他告诉你, 剪虫吃下的蝗虫来吃, 蝗虫吃下的, 剩下的男子, 男子剩的马, 再来吃, 四轮的吞吃, 各位,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如果我们被吞吃一轮, 都觉得很痛苦, 对吧? 吞吃了两轮, 你觉得怎么样? 怎么样? 不要这样讲了, 第一个月的薪水你没拿到, 第二个月的薪水你再没拿到, 第三个月薪水还是没拿到, 第四个月薪水你还是没拿到, 各位, 你会怎么办? 走啊, 跳脚, 告老板, 对不对? 各位, 用这种概念你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不然你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被吞吃, 四轮的吞吃有多难? 各位, 四轮的吞吃是表示你几乎什么都不剩, 而且是剩下的, 还有别人去吃哦, 他不是说你吃一整轮, 比如说第一轮, 也许减虫吃了可能是吃了百分之七十好了, 剩下百分之三十, 还不错, 还有百分之三, 没有啊, 你连后面百分之三十, 蝗虫又来吃, 蝗虫吃到百分之三十, 给你剩下百分之十好了, 接下来剩下百分之十, 应该够了吧, 我还有百分之十, 没有啊, 蝗虫再来吃掉, 再比较百分之二给你, 连百分之二都没有, 蝗虫再把你吃掉, 马上再来把你吃掉, 各位, 换句话讲, 他告诉你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空前的吞吃, 不留任何东西给你的, 当然有人说这种吞, 当然有些人说这四轮啊, 这四轮有可能表达的是以色列的这些仇敌, 包含可能是从亚述, 对吧, 亚述把北国灭了, 接下来是什么, 巴比伦, 灭了南国, 有没有, 再接下来是什么, 波斯玛代, 那个贝鲁期间的这些事情, 接下来是什么, 最后一个是什么, 罗马帝国, 有人说是这四个, 但是不管他说, 含义是什么东西, 重点是, 这四轮里面, 如果是发生在一个时期里面, 表示那个时期是怎么样, 表示那个时期会发生什么事情, 极大的痛苦, 极大的困窘, 极大的缺乏, 极大的缺乏, 甚至饥荒, 各位, 这个是我从网路上去找一点点, 什么叫做蝗虫过境, 各位, 几乎遍地的, 所有绿色的东西就几乎就没了, 但是还不止一轮, 它是好多轮这样子过去, 各位, 所以你会发现, 以色列繁星不但遭遇到蝗虫之灾, 它还遭遇到旱灾跟火灾, 各位, 乌漏偏逢连夜雨, 你会发现, 四轮完毕之后, 其实已经够惨了, 但还没完呢, 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在后面, 你会发现, 刚才我们读的约尔书一章十七到十九, 你会发现, 谷种在土块下熟了, 因为没有水了, 那些谷种大概就没有办法再做什么, 或者是泡到, 它里面可能有一点点东西, 也都枯干烂掉了, 没有用, 枯干烂, 没有草, 无草, 没有草, 所以你, 以当时候来讲, 它是一个农业跟畜牧业的背景, 你会发现, 无草, 无虎, 然后你看火焰烧进田野的树林, 你会发现, 那个是一个干旱火灾的时刻, 哇, 各位, 师父, 你种的东西都没了一万, 你连要心中的东西都没有机会, 在这么惨的光景的里面, 在这么惨的光景里面, 这一个国, 南国游荡, 有回转吗? 还有机会? 恢复吗? 各位,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你接踵而来, 甚至你的身心灵的状况不断的出现, 有时候是家庭的, 有时候是教会的, 有时候是你职场的, 有时候是你国家的也好, 到底有没有出路啊? 什么时候我全部走完这个过程啊? 我种什么什么都得不到, 我有的东西也都被吞吃了, 怎么办? 还有没有别的机会啊? 我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走出去, 走出这样子的困境里面。 约尔书先生要告诉我们, 其实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他要告诉我们有一些些的方法, 可以往前走出来。 各位, 我要承认, 我要说的是房灾很重要, 旧灾、震灾也很重要, 但假如我们只一直看灾祸的话, 我们会在一连串的灾难中疲于分泌, 对吧? 就像你一个困境跑完, 再跑一个困境再跑。 如果你的眼睛只是一直定睛在这些困境上面, 其实你会陷入沮丧跟灰心的里面。 但是我求神给我们一个不同的, 给我们一个眼光, 让我们可以看见, 神到底在这个时刻要我们留意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先知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 神使用这些环境是要吸引我们的注意。 我要说的是, 当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 灾难临到的时候, 有些时候是自然界的现象, 有些时候是自然界的现象。 为什么有些自然界的现象, 比如说你说火烧山, 或者是什么, 是因着雷打的, 或者是自然的现象, 是因为它可以重新带来一个循环。 因为烧完之后的一些肥料, 可以重新让土地得着新的一些肥料。 在某些状况下面, 它是属于自然状态。 但某些状态像是这种状态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不断的出现的时候, 频率之高。 它是要吸引你的注意, 让你看见神在摇动你的一些东西, 让你的眼光开始看到, 或是灾难。 所以当你不断的有些事情连到你的时候, 我要说的是, 各位, 我要说的不是我们犯灵化, 所谓犯灵化是什么, 只要遇到不幸的事情, 都是魔鬼的攻击。 只要遇到不幸的事情, 都是属于, 都是犯罪啊怎么样, 不一定都是这样, 我不是说我们都要犯灵化, 而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我们开始需要有个敏锐度, 知道说, 有些时刻是神要我们有不同的角度, 来看灵到我们的这些事情上面。 可以了解这意思吗? 可以了解这意思吗? 而灵到我们的这个事情上面, 各位, 如果我们要寻求神告诉我们的话, 有些时候是跟我们真的没有关系, 那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跟我们有关系, 那我们要怎么来到神面的寻求? 第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其实我们都说, 我们需要自卑来到神的面前, 对吧? 第一代字下, 西藏来讲, 这个地上的百姓都是自卑, 祷告, 转离恶行。 所以你会发现, 最容易的一件事情, 不管你对这件灾难, 或者对这些连续来的咒诅也好, 你如果要回转,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自卑, 也就是所谓的悔改, 在神的面前。 所以这也是先知, 在这个时刻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方式是一样, 悔改。 所以我们来看他的呼吁, 第一个叫做呼吁悔改。 他第一个象征的是什么? 你会发现他第一个很有意思, 要向谁呼喊? 对, 酒醉的人, 像醉酒的人说, 酒醉的人啊, 不要清醒哭泣。 好酒的人啊, 这两种人, 因为甜酒哀, 因为要为甜酒哀好, 因为就断绝了。 各位, 这种是神界的这种醉生梦死的人, 发出警告。 神管教的民道, 不由的人不予理会。 为什么? 因为你想要那些东西, 神连那些东西都不敢。 所谓醉酒的人, 我相信不单单只是真实的醉酒的人, 他指的也是像那种, 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他完全不想要理会神的审判将会临到。 有没有这种人? 有啊, 我们都觉得, 今天可以过就好了。 你跟我谈将来的审判, 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甚至我觉得有些时候, 我们在地上也会觉得, 反正我们这个世代, 我这里过得还不错。 那些问题就留给后面那个世代去处理了。 有没有? 就觉得我自己还好啊。 那个问题是他们将来要去面对的。 我现在OK啦。 反正我可能也看不到。 没有关系啊。 各位, 但是我要说的是, 神对先讲的是对这群人。 讲说, 你不要认为跟你没有关系。 你不要认为你这个世代要过去了。 不由得你不理会他的。 而且你要醒过来的。 你需要醒过来的。 各位, 所以在这当中, 不管你是醉生梦子, 不管你是只想寻求现在的快乐, 享乐厌乐, 神都要想办法震动你。 那你不得不去注意到, 神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而先知, 第一个呼吁的也是这种人。 所以教会也要对这种人发出呼吁。 懂我意思吗? 即便他们是这样子认定, 但是先知也是这样说。 我们也要在这当中, 一同来跟他们发出这样的呼吁。 第二个, 你会发现他所发出的呼吁是比较一般大众。 我的名啊, 你当哀嚎。 农夫啊, 你们要惭愧。 其实当中还有很多的描述, 都是跟田园当时候的状况有关。 这一群人是一个努力勤奋工作的人。 这一群人是生活在当下的社会环境, 也许就像我们一般普通人都一样。 我们都是在努力工作, 我们都是在当中一起生活出入作息的人。 而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会在这个地方惭愧、哀嚎。 然后你会发现, 为什么先知要向他们发出这种哀嚎、 常会哀嚎。 那不断出现哀嚎、哀嚎。 难道我们不知道哀嚎吗? 各位,先知为什么要呼吁他们为这种情况哀嚎? 我问的是, 难道以色列民不知道缺乏这些生活上必须的粮食对他们的情况的影响吗? 各位, 难道你会不知道要哀嚎吗? 会不会?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你遇到缺乏的时候, 难道你会不晓得要哀嚎吗? 会不会哀嚎? 会啊! 其实我们只要遇到一点挫折, 我们就哀嚎了这个。 哦!主啊! 怎么会这事临到我们会哀嚎的? 可是为什么他告诉他们, 你们要哀嚎? 某个面相来讲, 某个面相, 一个面相是我觉得, 这群犹太人的百姓, 第一个是, 他们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了不起, 也许他们认为他们还是有神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有我的神, 神好像还在, 所以他觉得说, 他觉得他不需要怎么样的, 也许他觉得趁一段时间就过去, 但是另一个面相来讲, 也表示他们心可能非常的麻木, 我们外面相会谈谈这一点, 麻木到一个程度是, 他们连这样的缺乏, 他都不知道要哀嚎啊, 有可能是这种状况。 那另外一种状况是, 他们知道他们要哀嚎, 可是他们哀嚎的焦点在哪里呢? 你知道吗? 哀嚎的焦点是什么? 你会哀嚎对吧? 你的哀嚎的焦点是什么? 没饭吃。 没饭吃,很好。 各位, 你会发现, 悦尔书刚才我们读的这一小段里面, 夹了一段很重要的。 先知的呼吁是, 素季和电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 或许百姓在哀嚎的是, 没什么人讲。 可是, 先知在跟他讲的哀嚎, 其实是比什么为中心啊? 以神为中心。 他看见的是, 素季跟电祭从耶和华的殿中都断绝。 这个时候, 他其实在告诉这些百姓, 你们哀嚎, 除了哀嚎你们的缺乏以外, 你们要注意到,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因为, 都是互相影响的。 你会发现, 素季、电祭从耶和华当中断绝。 你会发现, 许多人为自己的生活需要缺乏而哀嚎, 却不是要为神殿的素季、电祭断绝而哀嚎。 关心神的家, 跟关心自己的事, 一不一样? 不太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当然我有的时候, 我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就可以贡献神的家。 可是很多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这个好像是, 这个先有, 然后才有这个吗? 是这样子吗? 听得懂在讲什么吗? 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们是, 因为我有赚钱, 因为我有钱, 所以我可以供应教会神的家这个东西。 还是你觉得, 即便今天你可能没有了这个东西, 你还是可以贡献这个东西。 让家里, 让神的家有两。 你觉得哪一个重要? 你觉得哪一个重要? 厚乎。 厚乎。 也许我们将来到哈盖书你就知道了。 他们说你们还住你的店, 你住你的家吗? 你的家里你有天花板, 神的店荒凉哦。 所以你种这么多, 你只收了一点点。 你种这么多, 你只收那么一点点。 你懂我意思吗? 很多人认为他, 因为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他可以不需要负责这个东西。 可是先知在告诉我们的是 没有你的焦点错了 神顾念的是 祂的家有没有良 有没有这些东西 这件事情在新约的里面 你们发现 在当招大逼迫的时候 他们为耶路撒冷的奉献 是过于他们所能奉献的 有没有 即便他们有招大患难的时候 他们的信心暂时就显明出来 在马拉基书的时候 也提到是我的家有良 神的心意总是在看待 我们怎么对待神的事情 神所看中的这些事情 我们到底有没有看中这些事情 所以他在告诉他们 其实这群百姓已经偏离神的心理了 可能在很早以前 树基跟电基就早已没有了 最后才导致他们有这么多的问题 你懂我意思吗 在他们还有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不愿意给神了 以至于导致到最后 他们什么都没有 然后你看 自己的同胞 灵性麻木 已经不晓得 为什么事情哀好 就是哀好的对象是不对 我们为了这种事情 到我们哀好 却不晓得为什么 要为自己的灵性缺乏而哀好 我们只为生活上的缺乏哀好 却不懂得为灵性上的缺乏哀好 所以物质需用的缺乏 不过是神的一种手段 使我们知道自己为自己灵性 堕落和神殿荒凉的哀好罢了 要引导你去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神使用以色列当作建计 要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 也学习这样的功课 所以当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不要认为那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罢了 跟我好像没太有关系 不 他就在告诉我们 我们有可能发生这种状况的 我们也会经历到这种状况 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抓到神的这个信息 接下来 我们想说 哇 全民啊 没有 其实还有一群人 叫做祭司和长老护育 祭司啊 你们当妖宿麻布痛哭 事后祭团 师奉我神的 你们都要哀嚎 披上麻布过夜 一样都提到数据跟电力 从你们身电动断绝 我们说 如果刚才那一群人 刚才第二群人 是包含外面的这一群人 外面的这一群 就是外面可能还没进到教会里面来 他们其实我要说的是 当他们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 我要说他们都懂得向他们的神祈求雨水 你懂吗 有没有 缺雨的时候 你看他们在庙里面 有没有办仪式要求雨 有没有 他们有没有去把握要求什么东西 有没有 如果他们都懂得求他们的神 那以色列百姓 更应当回转来寻求耶和华 但是我要说 现在他focus到一群人 叫做祭司跟长老 祭司长老应该是哪一群人的 就是我们这一群人 我们这一群人 因为如果以第二批人 第一批人刚才讲的 最久的那一群人 是那种最深梦子 第二批人是贩子社会大众 当然也包含我们 第三批人真的就指向我们了 各位 因为我们都是祭司 我们都是祭司 他说这一群人 应该怎么样 我们还要做更多的 叫做腰素麻布痛哭 然后他批麻布过夜 他们那群人只是惭愧而已 他们那群人只是要哀嚎 这一群人要做更多了 这一群人的 还要做一些更多的出来 各位 我要说了 我再回来谈这个数计 跟电计 各位 数计跟电计 数计其实在5G当中 我用括号连降 表示说它其实是最 就是花费最少 就是鼓勒 电计根本不列在5G当中 为什么 因为它只是附属在5G的里面 就是焦电在这些技物上面 那那个火烧起来更旺益 新疆之气 这两种技严格来讲是最 怎么样 炎强的 可是这种都没有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 百姓离开神有多远吗 各位 那祭司们到底有没有看到这些状况呢 神容许数计和电计在神的电中断绝 那表示物质跟灵性都什么 贫穷到了极点的现象 各位 贫穷到了极点的现象 一样 你会发现 在刚才那一段里面也提到数计电计 这一段也提到数计电计 但是 都提到了一个极为树林里面的贫穷 各位 然后他告诉他们这一群人叫什么 你们要分定禁食日子 要宣告元素贵 要招聚长老公国中一切居民到耶和华 你们神殿一下 耶和华 安求 分定 宣告 招聚 这一群人啊 这一群人是要有行动力的 外面那一群人 醉生梦死的你们那一群人 你们都要被震动醒过来了 然后呢 外面这群人你们会惭愧 因为你们所做的东西都百徒劳无功 但是有一群人 神要跟你们拿 神要向我们要责任的 有一群人是要付上一些代价的 这一群人就是祭司跟什么 要开始分定 要宣告 要招聚 因为某个面向 我们有说教会是这个时代的什么 先知 我们也是这个世代的祭司 如果我们不来做这件事情 谁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再一次回到约尔书里 你就看到约尔书其实也在指教我们 提醒我们生命的一些角色 职份 有看到了吗 OK 但是我要说的是 祭司跟长老比较麻烦的是什么 自以为比别人灵性好的人 有一种危机 就是当自己灵性堕落之后 更难 怎么样 复兴 真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过得不错 我们还不错 我们还以蒙神祝福 对吧 各位你们最近都还不错 应该都满蒙神祝福 所以你大概不会觉得那些事情离你那么近 对不对 那些清流感离我们很近 那些积压额的事情 死了那么多 我们离得好像很远 对不对 那台湾的休根离我们也好像很远 对不对 缺水的状况 好像也不会影响到我们中正区 中正区是永远不会缺水的 为什么 因为政府官员都在这 总统府在这里 总统住在这里 所以大台北会缺水 中正区不会缺水 所以我最好 你们好不好来我这边洗澡 如果到第三期缺水的时候 我欢迎你们来教会洗澡 但这不是我高兴的地方吧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如果开始没有意识到 这些跟我有关系 也许我真的是在台北最中心的位置 最好的位置 各位 但是在很多地方的荒凉灾害 在发生的时候 我们到底抱持的心态是 还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其实我某个面相 我们自己也非常的麻木 而这种状况我们更难醒过来 所以教会会睡着的 教会只会在我们里面 高兴快乐而已 可是我们对人 对百姓 对这个土地没有感觉的 有可能发生到这种状况 各位 所以在别人都悔改之后 你会发现 如果在别人都悔改之后 我们这种人 祭司都还肯装模作样 维持面子 但却无法避免属灵的饥荒 就是神的信息领不到 结果是教会去普遍荒凉的地步 会不会 会啊 欧洲很多时候的教会 就这样子吗 别人都悔改了 或者别的地方在悔改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 我们觉得好像 跟欧洲的教会没有关系一样 等到神的话不再临到的时候 教会就荒凉了 我也蛮担心这样的事情到我 当我们不再这样子去 关心这块 这些事情 当我们心不再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 会有这种状况 我还是可以装模作样 我可以维持我的面子 只要我们好就好了 但是我相信那不是神 给教会的心意 我们要更开始 通过先知的眼光去看待 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遇到的困难 土地遇到的难处 各方面 所以在最后的地方 你会发现 先知自己也是求告 所以换句话讲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 先知显然以当时的灾祸 预止将来更大的灾祸 为什么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 临近表示 那些灾难已经开始缺乏了 数据电击都没了 可是他告诉你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 临近表示到了没有 还没 换句话讲 神的审判还没到 你只是在 他只在震动你而已 他只在吸引你的注意而已 真正的大而可畏的日子 如毁灭者 从全能者那里来到的 那个还没来 可是如果这个东西 都没办法唤醒你的时候 那就麻烦了 各位 但是先知自己也在当中 还有这样看见 说他怎么样 他难道只是 沾沾自喜吗 啊 看你们在全 都完全不了解神的心意 然后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还有自高自大吗 没有耶 其实你发现在这里 他除了向全国同胞 大声疾呼之外 他自己也向他的神恳求 先知绝对不是 只是叫人悔改 自己却无动于衷的人 各位 所以当我们渴望别人 渴望这个苦力 渴望百姓回转 渴望这些政府官员怎么样的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要先在神的面前做这件事情 从我们开始 从这一群要分别出来的人开始 还要召聚严肃会 还要做什么进食 还要干嘛 这群人开始 所以我们这群人很重要 所以审判从什么地方开始 就是我们 懂我意思吗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也是这个社会的先知一样 神应该让我们更敏锐于 他在做一些工作 做菜 对 各位 最后我们用谈一下应用 从古道 省私信仰 古道 其实我们都知道 无论以色列的历史上发生什么事 都是为着做我们的教训 所以研读圣经经总是为了建造我们自己 所以当你在读这些先知书的时候 有些时候读起来好像真的好像在看一个历史故事 或者在读一读先知在骂那时候的犹太人 或者骂那时候 我们都觉得我们好像比犹太人 也不会这么糟糕嘛 我们都还觉得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都还好 可是其实当我们再继续读的时候 其实我们某个面向来讲 可能离犹太人的光景也不用差多少 懂我意思吗 所以其实为了要建造我们自己 从古道去看见我们自己的信仰 各位 耶利米书6章16节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 反问古道 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 古道 古道就是前人可能走过的那些路径 你要去思想 所以换句话讲 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你在读的也是前人所走过的信仰的路 你怎么样增加信心呢 这次的周间的特会有一席是在 他讲到你怎么样陪估于你的信心 怎么看见盼望呢 从古人的证明 你就可以学到了信心的功课 他从古人的生命学到信心的功课 同样的你从古道里面 你也可以学习到信仰的功课 而你现在所看的先知书 就是所谓的像古道一样 先知的话 宣讲完了 好像对那个世代讲完了 那对这个世代是什么 我们要去把它找出来 去了解 然后去思考 那我的信仰在这过程当中 我也像犹太人这样子了吗 我所经历的环境 现在这块土地上面 也经历到这样的事情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然后从困苦行生命 最重要的是 因什么缘故陷入穷困或缺乏 或遭遇困难 就像我刚才讲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遇到困苦 困难 穷乏 我要说有些时候 不是所有的这些困苦穷乏 都是神的管教 我们也不要表神 好像想成祂都是 随时拿着鞭子要打你 同时我们也不要把 魔鬼想得太厉害 什么都是祂的咒诅 什么都是祂的攻击 祂没有那么厉害 没有神的虚可 祂连一根蛤蟆都不能动你 所以你也不要认为 什么事情都推给神的管教 都推给魔鬼的咒诅 不 很多时候我们要去思想的是 这些困苦的当中 我们去思想我们的生命 神到底要在我当中教导我 什么东西 调整我什么东西 因为神不会干骗人白白受苦 在这苦难的当中 或者困苦的当中 祂总是会让我们开始 有一个更美好的态度跟生命 展现出来 所以其实有几种面向 第一个 当然第一种是浪费 懒惰 犯罪或任性的结果 那当然我们就自己承担这些东西嘛 那也是最带来的后果 所以我们有破口 所以撒旦可以攻击 所以你可以怪撒旦 我也没有话说 可是各位别忘了 你一定有自己的部分 所以不要认为都是撒旦的问题 不 我有可能 我有的责任 另外一个是忠心行神的旨意 结果遭遇到逼迫 勇敢按真理而行 所产生的结果 会不会 你为了要行真理 你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 结果你遇到了这种困难 有没有可能 有 有耶 为什么 彼得前书也有讲到 他说 倘若人为良心对得住神 就忍受冤屈的苦楚 这是可喜爱的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 你看有一个字 要因犯罪受责打 能忍耐 这是怎么可夸的呢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 在神面前看的是可喜爱的 换句话讲 有些时候 当你遇到这种困难 接二年三来的时候 你自己开始要去思想你的生命 我到底是走在哪一边的路上 我是因为犯罪受责打 还是因为叫我良心对得住神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章里面 我们试着用这两点 从古道里面 当我们再重回来看 先知书的时候 去学信仰的功课 从我们遇到的这些难处的里面 我们去醒知我们的生命 我们请你上来谈起 好吗 我们有一段时间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我会陆续的把约有书慢慢的谈好 你今天所看到的是 神在震动一些东西 神开始在震动一些东西 但是这些震动无相性 总是为了要成就神的工作 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2015年我们都说 它会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年 它会有难处的一年 但也是会有同样的一年 它会是一个震动的一年 但是也可以是丰收的一年 两个会在一个 好像在一个地方 同时出现雨啊 但是我们真的向神来祷告 帮助我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神要我预备约二书 但是我当我预备的时候 我稍微明白 也会体会到 神要我们来学习一些功课 包含为这块土地 为这阵子所发生的这些 天然的灾害也好 或者是人为上面的这些的灾难 这些的痛苦也好 其实教会要更多的醒过来 在当中开始配合上神的角度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神 怎么样在台湾 怎么样在教会里面 做奇妙的丰盛的工作 但如果神没有让我们醒过来 神自己会想办法 震动我们 到我们里面醒过来 那约二书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让我们可以一同醒过来 我们一起祈礼好吗 我们要预备我们来祷告 在今天的信息的里面 或者你还是回去读贤字书 也许你以往就读过 读贤字书的信息 会带给你什么生命的学习 因为无一的汗瞻 反省自己我们身份麻木 我们要开始更多的为这块土地 还有这些苦难难带的报告 我们也是这个时代的限制 我们有神的启示 神的帮助 如果外面的世代 他们都还在外面的这些 我们的同胞们 他们都在求神 为他们祝福 江夏宇 停止这些积压的这些 瘟疫的时候 那教会是不是可以 应该在这当中有份呢 政府或许有一些的治理的能力 但是他更需要有祭司们在当中的祷告 其实我们所做的很少 我们就是一起在当中祷告 但是你们还来想想 单单众人的祷告 就带来奇妙的感觉 在伊利亚的时刻 伊利亚三年 他祷告三年不降就没降 他祷告除了祭坛 祷告不就降下了 祭坛是很重的 瘟疫要止息 大卫犯罪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 宿典百姓犯罪的时候 神叫灭灭天使开始瘟疫 屠杀人的时候 大卫看见了 就赶快去祭祭坛 神就叫天使听者 收到入教 瘟疫就止息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当中 更多的百姓祭坛 在祭坛的当中 求神知识 所以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 在职场 在家庭 其实当你做些祭坛的时候 神就会开始在这个祭坛上面 来垂听这些祷告 好不好 我们同声来 为我们自己的生命 可以更多的苏醒过来 同时我们会这块土地求神 我们将来念你 来抱手 我们同声来祷告 主要我们来到你面前 向你献上个祷告 主要谢谢你 通过今天的先知书 让我们再次更生 来学习 举例给我们教会 以及每一个人的百姓的使命 其实我们是先知 主要你让我们在这当中留分 主要要来传扬圣灵的话 并且让我们都回转到神的面前 让百姓回到神的面前 主要我们真实在你面前打到 和我们过先知书 主要你的指教我们的生命 也来唤醒我们的生命 主要让我们的生命 主要让我们的生命 这个心灵 是为了生命自己的活动 主要我们仰化你 也为这块土地代求 求我祝你真的在当中使得灵命 摸摸摸这样子的蓝 摸摸这样子的蓝 摸摸这样子的蓝 和温逼 主要求你整次讲一下透雨 在这块土地上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也需要雨水的滋润 就像你甚至也需要春雨球一样 台湾也是在需要雨水 让我们真知道 你掌握风雨的使命 但是我们相信 在祷告的当中 在祭祷的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神灵做其他的工作 所以我们正式在你面前 再次来眼望你 愿神灵继续在 你的百姓的当中 做根深 提醒 属性的工作 主我们感谢你 通过今天的信息 我们感谢你 在每个时代的里面 你总不断的采迁 你的仆人 先是来到你的百姓 来到你的选民当中 呼召我们回转归向你自己 因为我们相信你的心愿 你的愿望是赐平安的 是祝福的 你渴望恢复 来达到丰满 丰满 所以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把这卷属赐给我们 让我们来学习 神秘的风格和教训 主要你来灵敏我们 好使我们不照着 平常的光景来望前 好像没有一件事情 是重要的 主要你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能够看见 我们是在你的 恩恋的遮袋的里面 或是在你的管教的里面 但是你是爱我们的神 主要是为着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 谢谢你 主要我们正是在你面前向你养光 帮助我们有一个根深的心肠是可以靠近你 体会你的心 主要愿你做成你自己的功 在你自己的百姓里面 在教会的当中 也通过弟兄姐妹 你的儿女们的祷告 主要将你的恩典 祝福 祝福 盼望 平安 领导这块土地的当中 我们感谢你 愿主耶稣提出的恩惠 天赋上夜之爱 圣灵的感动和交通 超越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之道 永永远远 阿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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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末老婆欢迎到地下室 想要爱一位彼此分享带到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